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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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日再去这间宠物店换仓鼠笼 逗留了10至15分钟 期间由确诊的女店员接待 个女顾客的丈夫初步确诊 个女儿就没有病症 当屋正是追踪今个月7日至15日 曾经被这个店员招呼过的 大约150个顾客 全部要检疫 暂时112人有留联络电话 而Little Boss所属集团在大埔太平工业中心二座的仓库 一个23岁住在泰和村居和留的女职员 检测一道情不确定 入院之后结果就是阴性 当局在宠物店抽取的样本 当中11个来自荷兰的仓鼠样本呈阳性 而仓库就有环境样本 包括笼和食物呈阳性 当局说今次是全球首次发现有冲鼠在实验室以外受新冠病毒感染 根据文献和过去的实验是证明 其实在实验室里面当仓鼠是感染了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时候 它自己在鼠群里面 它自己是会感染的 但是虽然是这样 但是在天然来说 仓鼠感染这个病毒不在实验室里面 据我所得的资料今次是第一次 今次是第一次 世界上是第一次 据我们了解 荷兰是过去12个月 在它们的动物群里面也没有新型冠状病毒 当局锁定上个月22号和今个月7号 两个由荷兰进口批斥的仓鼠有较高风险 决定将铜锣湾宠物店和大埔充库内 一千多只的动物要人道处理 今个月7号起 在铜锣湾分店买过充鼠的 少过300个顾客要隔离检疫 鱼户署又强烈建议上个月22号起 买过充鼠的市民将充鼠交给处方人道处理 而若过充鼠呈阳性 主人需要检疫 在这个平衡风险和动物福利之间 其实我们真的要尽快去 这个潜在的风险我们要尽快去解除 还有尽快将仓鼠和市民的接触面 完全是可以隔断的 暂时现在来说我们这是一个行政的措施 这不是引用一个法例要充公市民的仓鼠 现在我们建议他们将仓鼠交给我们去处理 他又呼吁市民应该将宠物遗棄在街上 接触动物或者它们的物品之后要洗手 避免吃它们 如果动物不舒服 要寻求受益的意见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军报道 有宠物店业界说明白当局的做法 但是希望政府可以向业界提供补贴 摄市铜锣湾Little Boss宠物店 位于旺角的分店 下午有职员将店铺落闸 对于有仓鼠让本呈阳性 有市民说担心 全港34间有售卖仓鼠的宠物店要停业 不计摄市宠物店 全港1000只仓鼠全部人道处理 如胡柱说日后亦都要加强检疫 都会即时停止所有小暴雨类动物 包括仓鼠的进口 同时亦都会检讨 这一类动物进口香港的检疫要求 当中我们会详细考虑 包括是否要求出口国家 为相关动物进行出口前 2019冠状病毒的测试 有叶介说 理解当局为阻止病毒蔓延才作出决定 大前提就是在人家着想 我想要做这个动作 我想都逼不得已 有些少 如果你不处理它 可能它一直存在 或者是蔓延出去的时间 可能对人的伤害更加大 它促请政府为受影响的种物店 提供停业期间的补贴 无线电视记者曾经报道 本港新增18宗新冠病毒个案 11宗属本地感染 初步确诊有十多宗 华尔在检疫酒店受感染的 43岁巴基斯坦女人 有5个家人亦都确诊 和她的儿子同场考试 几个中三学生亦都初步确诊 他们居住的深水堡大坑 东村东本流州华尔有垂直传播 两个住客初步确诊 在尤麻地海景斯丽酒店检疫 早前确诊的43岁巴基斯坦女人 当局星期一公布出现一传九情况 包括早前初步阳性的5个家人 全部证实确诊 他们都没有打疫苗 46岁的先生没有工作 不时在深水堡南窗街行街 吃烟 仍然在调查他的主要行蹤 他两个14和16岁的儿子 就读地利亚修女纪念学校 分别读中二和中三 上星期五最后一日上学 其中读3M班的儿子 当日在学校考试 怀疑在课室中传播给另一个同学 那个同学初步阳性 星期日开始发烧 前福奇曾去过东涌清真寺逗留 住在东涌影湾园一期 他们两位学生 不是很熟 知道对方 但不是紧密接触 所以我们都怀疑在班房里 可能有些传播 同一时间在那里考试的 学生需要检疫 另外43岁巴基斯坦女人 一家人住在大亨东邨 东满楼514单位 住在他们楼上单位的两母女 对新冠病毒情初步阳性 怀疑出现垂直传播 那小女孩就读石结尾 美性多马堂幼稚园K1年级 上星期六 维峰检测的时候 情阴城 第二天发烧 同班同学需要检疫 政府专家顾问 港大微生物学系 港座教授袁国勇 下午去到东满楼市七 认为出现垂直传播 说巴基斯坦女人一家 厕所和厨房有强劲的抽气线 而楼上两母女常常开窗 怀疑因此令病毒走入室内 建议大厦1至11楼 所有14室的住户撤离 他们有六个人 都同时有病毒放出来 因为他们感染了 而他们长年都不关窗 换句话说 有很不小的机会 在下面这个抽气线抽出来的空气 由厕所和厨房抽出来的空气 向上升是可以进入614的单位 我们暂时来说 觉得这个是 我们怀疑是最可能 引起今次的传播 另外当然 喉管那里也有可能性 因为他们都闻到有臭味的出现 至于曾经和确诊 巴基斯坦女人接触的另一家庭 星期一初步确诊的四个人全部染疫 29岁的爸爸在深水埗 做foodpanda外卖速大员 9岁的儿子就独立正屋 官纳小学四年级 我们都留意到 他们两家人都是在深水埗居住 其中一位都会在南昌街 逗留的时间比较长一些 所以我们都会安排 多一些测试 在这两个家人家附近 和南昌街附近的居民 都是自愿接受测试的 多个希望从中了解 那一区是否存在隐形传播链 布斯连斯基者 刘俊玉辐导 另外再发现一宗源头不明初步确诊个案 他在北角英雄道学资园做幼稚园老师 潜伏期内度过多个商场 被问到大年初四可不可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政府就说言之过早 本港近期一宗源头不明个案 是湾仔区的日理货园 最新再多一宗属于源头不明的初步确诊个案 是北角英雄道学资园幼稚园一个26岁的老师 他任教上周和下周班 上星期六最后一日上班 平时主要搭地铁 星期日开始发烧 星期一曾经看过私家医生 并去过深水埗检测中心度族检测 他上星期六去过K11和海港城买东西 出现病症当日去过尖沙咀当期店 中午大约1点在商场对瘟食过眼 他已经接种了两剂伏必泰疫苗 和家人同住美肤新村第三期 隐形传播链在本港增加 被问到会不会好像早前当局预料 在大年初四可以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政府说言之过早 社区会不会有更多源头不明的个案 又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情况 这个当然我们都是有待调查 年初四我们的社交距离措施 会是怎样呢 这个我想现在在现阶段是言之上早的 我们现阶段我们都是全力去处理 现在我们整体的疫情方面 当局呼吁市民如果有病症应该尽早检测 医护人员也要提高警觉 以防病毒在社区扩散 武士院司机 陈一流进玉报道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 憂慮社区现时出现两种变种病毒株 传播风险 但是没有计划实行全民禁足检测 由麻地海景私利检疫酒店 和铜锣湾宠物店群组 再有更多种确诊个案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 表示忧虑 为了切断传播链 会不会实施传媒检测呢 林郑月娥说 现在遗风强检 原检进检等措施有效 到今天为止 我们的专家 他们都没有提出要特区政府进行全民的检测 要禁足的全民检测 恐怕在香港不是一个很适合的方法 也都未必受到市民可以接受得到 他又说正是调查15个官员 参加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洪惠民生日派对 和国泰航空公司 有没有违反防疫规例 调查如果是完结了 我一定会向公众交代 可以和各位保证 无论是国泰公司的调查 或者是特区政府官员 就着出席这个宴会的调查 是不会不了了之的 因为社会是需要知道那个事实 我亦都要对于无论是一间企业 或者我自己的同事是公道 他说根据卫生防护中心要求 短暂停留在生日派对的11个官员 星期六完成检测 拿到阴性结果之后可以复工 星期一离开检疫中心的 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等人 最快下个星期一才可以复工 至于国泰尔客机去 货机发有没有违反货机机组人员免检疫要求 林郑月娥说涉及众多文书往来 只是审讯调查 刚才电视记者一层金报导 先休息一会 回来会报导 失业了一年跌10个月 但政府华生一波疫情 和收紧社交距离措施 部分行业的就业情况 短期内会面对压力 劏价海底火生爆发引发的海啸 当地至少两死 联合国侦测岛低蛙尼岛有求救讯号 回来新闻时间 失业了一年跌10个月 去到近两年的低位 但政府华生一波疫情 和收紧社交距离措施 部分行业的就业情况 短期内会面对压力 去年10至12月就业情况持续改善 失业率跌到3.9% 比上次下跌0.2个百分点 失业人数143,300人 少了14,700人 就业不足率也未跌0.1个百分点 去到1.7% 和消费及旅游相关行业 合计的失业率 百分之5.4% 跌0.9个百分点 其中餐饮服务活动业 回落至百分之5.9% 零售业失业率百分之5.2% 而建造业、教育业 亦都有相当明显的跌幅 勞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预期 本地新一波疫情 和因而实施的收紧社交距离措施 与消费相关行业的就业情况 短期面对一定压力 有立法会议员亦估计 一月失业率会回升 政府说新一轮防疫抗疫基金 应该能提供一些舒缓作用 勞工市场未来几个月的发展 将会取决于本地疫情 和经济复苏的步伐 无线电视记者陈翠康报道 受伤一轮疫情影响 要暂时停业的多个行业 促请政府即时推行疫苗气泡 换取服业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 去到大年初四 会审视是否提早实施疫苗气泡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 近日市民接种新冠疫苗的意欲增强 星期一的整体接种超过4万剂 长者接种率也提升 70至79岁超过五成半 80岁或以上也达到两成七 再呼吁未打针的人尽快打针 至于原定下月24日 实施的扩大疫苗气泡措施 他说会审视是否提前推行 在上周五公布了 如果去到年初四 即是新一轮的时候 距离措施结束之后 我们审视情况 是可以开放一些厨所 或者晚食堂食 届时都是以疫苗气泡为基础 对于受疫情影响的行业 林郑月娥说每一次的支援 都不能完全满足业界的需求 但争取在农历新年之前 发放部分第五轮防疫抗疫基金 不会等申请期结束才一起发放 美容、按摩、浴室、麻雀、 回所和家庭娱乐中心 六个亭业处所业界代表 在立法会议员陪同之下见记者 说35亿第五轮防疫抗疫基金 帮助有限 促请政府即时推行疫苗气泡 援取服业 对很多市民已经打针 它已经有一定的保障 如果明天都真的有发生一些个案 其实应该精准地 是哪一间店铺有问题的话 其实应该就停它 就不好 一刀切其他的行业都一次过停 业界又要求政府按处所情况 直接补贴租金和员工薪金 无线电视记者李游昆布道 因应珠海的疫情 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金巴 暂停往返珠海的服务 有港人转去深圳湾过关回到内地 金巴暂停往返珠海服务 往返内地的陆路口岸 只得回深圳湾口岸 有珠海居民说有急事需要回去 即使未有预订深圳检疫酒店 亦都急需藏关 提早来的 因为怕人多 OK啦 现在都没有想象中爆 亦都有在内地读书的高三学生 回香港换成人身份证 但是金巴暂停止 家人特意送他去深圳湾过关 那他那种核酸证 他拿了嘛 我便逼迫来这里 他赶了嘛 要隔离 跟着他要上学 深圳湾口岸的开放时间 朝十晚十 如果市民需要过关往返内地 必须要持有24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陰性报告 另外政府说因应内地最新疫情 凌晨起 珠海市香州区被列入站不息用风险地区 暂停这区的居民透过回港易 或者来港易计划免检疫来港 深圳当局星期一公布 向州区居民去深圳需要接受14日隔离 其他珠海地区的居民到深圳 就需要接受14日的居家健康监测 期间要做4次的核酸检测 澳门当局早前就说 珠海居民到当地需要持有24小时内有效检测证明 无线电视记者彭穎熙报道 天水围天行穿一个单位火警 两人死亡 火警期间过8个住户疏散 现场是天水围天行穿行穿楼 下午大约2点有居民报警 说40楼一个单位冒出农烟 消防到场救火 一个男人昏迷 送去天水围医院抢救之后证实死亡 火警救急之后 单位中发现一个女人身体多处烧伤 当场证实死亡 警方正在调查 澳洲新增新冠死亡人数创单日新高 维多利亚州宣布首府墨尔本 和多区医院明天进入紧急状态 日本大阪府和东京都新增 确诊人数再创新高 当局决定星期五起 在东京都和12个院实施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 提问农历新年未成年玩家最多只可打14个中击 回到新闻时间先看看中国新闻 北京东澳快开幕 内地新增127宗本地确诊 其中河南占了过百宗 北京日前确诊的Omicron个案 有两名密切接触者染疫 而东澳场馆所在的朝阳区 发现一宗Delta确诊个案 而深圳有境外基组人员 北京上星期首次发现Omicron本土病例 疾控部门星期二通报 和确诊者同住的妈妈 上星期六由海淀区的家庭被送到集中隔离之后 两次核酸检测都是阴性 到星期一出现发烧喉咙不舒服等症状之后确诊 而新增的另一名确诊者是手中病例的同事 居家隔离期间发烧 星期一检测之后确诊 当局已经封闭涉事的屋苑 为超过4000名的居民做核酸检测 而同确诊者住同一栋楼的居民需要感触 有快递公司说 那个屋苑的订单数目急增近10倍 主要是买防疫用品、食物等等的物资 平时这个小区基本上是在日均 一天在五六十单 但是疫情发生以来到现在12年的数据 基本上已经达到了400多 另外朝阳区发现一宗阳性个案 确诊者星期二在开往山东威海的高铁上被栏下送往旁 他在去年11月到北京打工 上个星期六检测之前出现感冒症状 让本京复核之后确认带有Delta变异株 当局正是追查病毒来源 当局呼吁民众如果出现病症要主动接受检测 腾讯游戏公布 韩家和农历新年期间按现有法规 未成年的玩家最多可以玩14个小时的网络游戏 腾讯星期一公布旗下网络游戏 是中国大陆地区服务 由今个月21日到2月15日 除了法例规定的星期五到星期日 年29到年初三都会开放给未成年人士 在夜晚8点到9点登入游戏1个小时 合共14个小时 不过年27到年28就维持禁止未成年玩家登入的安排 为防止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 内地去年8月开始实施法规 要求游戏商落实执行网络10名政策 限制未成年人打机的时间 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会议上发表讲话 表示要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 坚持糾正一切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和不正之风 坚持完善中共和国家监督制度 形成全面覆盖常态长效的监督合力 他强调要强化政治监督 要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 保持反腐败政治定力 领导干部要增强政治敏虐性和政治坚别力 特别是高级别干部要移身作则 管教好亲属 本分做人干净做事 中纪委和央视合拍的《凡贪腐》专题节目 这个不是度假村 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书记处前书记陈刚 曾经坐涌占地109畝的私家园林 陈刚为了满足他的设计梦 在2002年至2014年间 被商家出资几千万人民币 在北京华友帮他建了这个庄园 56岁的陈刚毕业于清华大学高级工程师出身 30多岁就担任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 40岁成为北京市副市长 在官场上评报清雲 他手握城市规划审批权 又正值房地产高速发展时期 房地产商人送车、送楼和送钱 陈刚就为他们在房地产规划审批上提供便利 他也曾经要求房地产商 在北京黄金地段帮他建一座别墅 他就亲自修改图籍 将地上面积改为符合政策标准 而实际上兴建了两层的地下室 地面和地牢总面积达到800多平方米 在去年2月 陈刚因为非法收售他人财物1亿2千万 被判15年有期徒刑 外交部副部长陆玉成说 中国不追求和美国比较经济增长 更加重要的是令到14亿人过好日子 和对世界的贡献 我觉得要比起GDP什么超美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应该更重要的是 看中在思想观念理念方针政策 治理能力以及对世界的贡献 我们即使富起来强起来 也不能搞强权法律 我们要反对单边主义 干涉内政 各小圈子集团政治 这些能在思维里头 2022宏观景世年度论坛 星期二在北京举行 洛玉成在开幕式上演讲 他说目前国际上造假现象 和针对中国的方言流读太多 个别国家散布政治病毒 借病毒溯源对中国抗疫进行无端指责 他强调中国对这些行为会毫不客气 另外被问到外交目标 是否令台湾的邦交国清零 洛玉成就说这是迟早的事 要坚决抵制和反对台独 强调中国统一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中国新闻先讲到这里 转看看金融行情 恒生指数收市是报移民4112点 跌105点 全日总成交超过1123亿 欧洲股市方面 倫敦富士100指数跌43点 巴黎Cat指数跌76点 德国Dex指数跌169点 再休息一会 回来会报导 浸会研究常见在店铺收据和外卖餐具等一种物质 在白老子实验中身家患获与严密风险 美国星期三全面推出5G流动通讯服务 都间航空公司发联储信 警告机场范围不可易用 回来新闻时间 浸会大学研究显示 常见在店铺收据和外卖餐具等的工业化学物 双分S在白老子实验中 会令到雨线肿瘤增生和恶化 增加患与严密风险 建议市民接触有关物品后 避免即时再触摸口鼻 当局也应该就使用双分S定立安全标准 有没有想过店铺收据 或者婴儿水浸 外卖餐具等接触过多或者会引致癌症风险 原来这些物品通常含有工业化学物双分S 针带化学系研究团队 以三组有雨线肿瘤的白老鼠做实验 其中两组按每公斤体重 每日分别注入10微黑和100微黑 双分S 第三组就注入橄榄油作为对照组 结果发现注入低剂量的白老鼠 肿瘤平均重量和体积 比起对照组多11到13倍 注入高剂量的重量和体积 就比起对照组多大约4倍 研究团队说暂时没有数据显示日常接触多久 或者多少双分S才有风险 研究团队说今次只是以白老鼠做实验对象 有必要更加深入研究 了解双分S对于人体健康的影响 团队说长远而言业界或需要找较安全的替代版 当局也应该就使用双分S 被判监禁两个星期 29岁被告徐晋燃任职电器技工 案情说被告同居女友去年4月受朋友所托 带了两只猫回家照顾 被告去年7月底在家装模型的时候 两只猫跳上台 被告用15厘米长的刀割伤其中一只猫的尾部 又将另一只猫扔向墙 被割伤的猫尾部有一厘米的伤口 被告早前承认两项残酷对待动物罪 辩方说他案发的时候一时冲动 出于脾气所致 裁判官苏文龙判处被告两项控罪 各监禁两个星期同期执行 美国星期三全面推出5G流动通讯服务 但可能再遇到障碍 7点半新闻报导完 作为